喂,Margaret,我想問你現在去哪裡? 去上學 現在幾點? 不知道 現在是8點鐘,最標未教回來 為什麼你這麼早上學? 因為我要乘巴士 為什麼你乘巴士? 因為我的車頂爛到全台 對,沒錯了 我們現在8點鐘,頂出門口要上學 平時是13分鐘的車程 現在應該要搞一個鐘,我們試了一次 所以今天就拍給大家看 是英國沒有車駕的生活是怎樣的? 沒有車駕的生活,起床要帶了中途巴士 上學了 I want to know how deep it is I was seeing people calling up to me I want to know how far I can 其實跟正回呢 英国通常回学都是很近家的 但是因为我们搬了屋 搬了屋之后 转学校转不到去近那间 还没排到 那我们去读回原本那间 所以平时要驾车上去回学 十二三分钟左右 不是很远的 都OK的 但是车坏了 我们就要搭一些英国的巴士 其实车坏了三四个月 你知道欧洲车 它经常穿早点几个月 我都没理会去的 到现在差不多 保养期尾了 三年保养期差不多到 没理由不弄 之后还要付钱自己弄 所以几大呢弄了 但我后悔其实应该在夏天弄 现在冬天弄 好几度啊 现在我想到十度 室外温度是 那每个都穿了大衣 是一度啊 十度啊 我还在夏天弄 走快点 我们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在家走十五分钟 去到巴士站先 这个巴士站呢 也有少少距离啊 这个巴士站 不是这个啊 你刚才说什么啊 因为我的巴士臭 巴士怎么臭啊 是有云车咯 Margaret 你现在这件衣服 是去滑雪穿的 是 很冷啊你 冷不冷啊 现在 嗯 穿了不冷了是吧 这个搞什么啊 影子很长啊 坏啊 喂Margaret 你看什么 是弄牙的 我需要那些啊 是 那些东西 是啊 那些东西 但是小朋友不用那些 不用的 你刷牙就不用了 不刷牙就烂牙咯 是啊 如果真的烂 就烂了 就烂了 就要弄的了 就要弄的了 是呀 给牙医的料 你的牙 剝你的牙 然后想弄我一点 很痛的 啊 啊 但是是不是很 很快的 喂 你第几次搭巴士啊 想问 第一次 第二次 什么时候第一次啊 昨晚 昨晚 昨晚第一次啊 你们的英国多久啊 想问 什么啊 你一两年啊 你 今天好早啊 爸爸好早起床啊 今天 不是 那次是 Overslap Overslap 那天啊 哪个Overslap啊 那边有啊 那边有啊 按键 停车啦 按键 大力点 好了 回到学校 现在几点 8点36分 好啊 送完去上学啦 学校里面呢 是很strictly 是不能拍摄的 拍摄的 拍摄的会立刻被人骂的 还有拍摄的 都不会摆出来播 一定会被人激怒的 所以是 我没拍啦 一定都没得看啦 那现在是 8点59分 其实是 我们走过去就8点8分左右啦 即是进到班房 但有时呢 你知道呢 10分钟一架车 你错过了呢 就迟了啦 如果错过了8点50分 就很慢的啦 其实都差不多 即是平时呢 我们是4个字搞定的东西呢 就要预早8个字出门头啦 即是比较1个钟啦 多些少 那平时我送完它回学呢 是开车回家10分钟的 那现在呢 我要搞9个字才回到它啦 今天呢 可以带大家顺便见识一下这个伦敦农场道 那这条呢 就是叫Lorth Circular Road啦 那真的好似香港的农场道那样 是经常性都塞车的 而新闻报处伦伦敦车呢 都是拍这条路的 一定拍其中一条路 是经常都塞车 因为其实它一条主要的降道啦 你见到啦 是三条线的 两边六条线加上 但是它呢 是经常都有红绿灯位的 这些车会有交叉的 所以呢 一定是沿路室车的 车多得来呢 它设计又很奇怪的 是全部红绿灯来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先按键 不按键它们不会停车的 因为呢 这个1920年1930年已经设计了 是当初伦敦扩建 起地铁的时候呢 就顺便起这条路呢 就变成当年最劲的高速公路来的 就围着隆敦的Zone 3 就不是最内圈啦 第二个圈啦 所以就好像隆长道那样 都是围着上面外圈少少 就不是最市中心的那一刻来的 那就 它当年起呢 就不如是这样的嘛 所以呢 就有些红绿灯位啊 你看到咳线啊 接着打了交叉啊 我现在没车 快点过马路先 它是断折磨重的一段一段呢 有时是高速公路 有时是市区路 那市区路呢 就禁止塞了一块东西这样的啦 在伦敦开车呢 是一定超级耐性啦 不会像香港这样的 它长期都塞车 长期都三四十米这样走的 那呢 搭巴士就更傻 它好像呢 你上班呢 在英王道 大概10106这样的 它的巴士站的距离呢 就是百多米的 就是我前面有巴士站啦 我后面有巴士站的 它距离不够百五米 但是中间呢 还有红绿灯的 所以基本上是 走着停着 走着停着 跟你 走路快一点点 快过你走路一点点 搭了一程车呢 就要1.5磅 磅半 来回的3磅 更贵过我开车入油的 有车啊 但是不是我这辆车 你看多混乱 刚才这边已经有个路口了嘛 这里呢 就有个十字路口 是超级混乱 这里的交通 上次我开车呢 就在撞车 不是我撞车 是你一个人撞车 那呢 我停在对面那里呢 即是巴士那里呢 停着转过来啦 有辆车呢 就 就 冲灯尾呢 飞飞过去 哪知这边呢 有辆车呢 就冲灯头呢 冲过去 就整辆车 打环撞走了去 然后整辆 整辆车呢 这辆车呢 这辆车呢 他们冲灯头 刚才那辆车冲车尾 整辆打环撞了 这两圈呢 我停在巴士那里 整辆飞过来 吓死我 即是好似你看沙田大冲桥路那样 一个冲灯尾一个冲灯头 我停在旁边的 他整辆车飞过来 吓到我 叫救命那就是 好啦 我们回家休息了 过来啦 我终于拍了少少片呢 那现在我去哪呢 现在是中午的时分啦 吃个午餐啦 就是去 前后快啦 在我家附近的 平时开车呢 五分钟左右啦 现在呢我走半个小时 真是身体健康 来回又走一个小时啦 即是平时很近 还有这里呢 剪头发呢 不是好似香港那样 走下去就一剪 他们要订的 订的 订的订了整个星期之前 我打算昨天整完车 今天可以开车去整头发啦 怎知还没整好 那我迫着呢 订了我没理由得底的嘛 那我要走过去啦 好彩还是walking distance 如果远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办 大家看看这条街 现在是下午的12点 整条街一个人都没有啦 是一个人 又后面又一个人 就没啦 哎呀剪完了 帅帅 整个蛋撻头剪了一个 我觉得不知为什么 像汤令山 汤令山很阳碎啊 为什么很像他呀 可能眼镜的问题 现在流行这些眼镜 但其实很奇怪啊 我觉得自己的样子 不知为什么 这些常常说没有头发 都不是没有头发啦 还没有头发啦 是吧 唉 但是现在呢 12点8了已经 BMW还没打给我 究竟他正正一点呢 今天已经第二天 他们是不是说是 根本locate不到坏了什么 是 做咯 要做很久 因为dialosis呢 电脑车车车车车都不知坏了什么 所以要做大2天 通常做车几分钟就做完啦 是不是 又不是什么 要抬链链链出来 那样 眼前打烂了而已 天天要做2天啊 那如果今天都做没呢 我自杀都不碰了 天天这样 现在10度都不够 要下半个钟头回家 又去照博贺 希望他今天可以做好 我们可以拍马去拿车 你说什么呀 想不需要坐巴士 要呀 车没弄好 蛤 你现在是什么时间啊 放学了是吧 先过来 是 今天上学你学了些什么 是 是 开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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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按啥 然后 раньше 你没有滚下去呀 好像没有屎 這個 哎呀 最後要怎麼喊你再一次 哎呀 這樣嗎 嘩 喂大哥好害怕 媽媽 走到天啊 都沒回到家的為什麼你 我想要去派對 HOWE PARTY的 沒有HOWE PARTY 你HOWE PARTY拿幾顆糖啊 8顆 那些人很可怕啊 怕不怕啊 你怕不怕啊 不怕 那你HOWE不是人拿糖的你怕不怕 你有沒有說話啊 真的有嗎 今天是沒有車車的第三天 我們搭不到UBER還要下大雨 現在剛小雨了一點才出到門口 今天Yanis和我一齊送去回學 送完回學呢 我們去拿車啦 但是車尾還沒弄好的 我們一陣再說發生什麼事 現在很大雨咯 我也是登上一把傘先 你看我登上MARBELL的傘 粉紅色多漂亮 是不是很漂亮啊粉紅色 是啊 快點快點快點 好啦我們繼續我們沒有車的生活啦 終於送了MARGRET回學 是遲了5分鐘的 跟我預計一模一樣 因為昨天我們是早了25分鐘 今天剛剛遲5分鐘啦 因為我遲了出門口嘛 然後呢 現在出外靠朋友 就是等個朋友來車我們 因為我坐巴士去拿車要過半小時 但是開車就20分鐘而已 所以我立刻打電話給朋友 打電話問朋友 叫他載我過去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嘗試叫朋友啦 因為我嘗試叫Uber 其實叫不到的 是不是 所以唯有叫朋友載我們去啦 是 是 我們原本打算買多個車 但是其實我們從來都是 沒用的 想想一下 只是這次有用的 所以都是叫朋友搞定就好 哈哈 沒有啦 是 就是站在這裏 原本十分鐘做到的事 就要搞成個小時的 其實都是 我昨晚七點半就睡著 做了累到 走了四個小時 我想一下自己覺得自己好慘 走路下四個小時 就要這麼早睡 好啦我們來拿車啦 你看看 預期到些什麼 幫我洗了車呀 哈哈 又不用自己洗呀 我拿小光 原本呢 是黑到一塊東西的 現在是新的一樣 是新的一樣 是 不用換啦 為什麼要換 非常好 是不是很開心 是很開心 我們半年沒有洗過車 他現在幫我們洗乾淨了 然後還有膠袋 你看看多威 我袋垃圾都還在這裏 好啦我們呢 還要拍這個沒有車渣 是不是生存到的後忌 其實都ok的 如果你有踩單車或是踩scooter呢 那你沒有車渣呢 都是十幾二十分鐘 十幾分鐘的距離呢 就可以去到超級市場呀 藥房呀 買肉呀 買魚呀 買菜呀 都有了 其實更好些咧 更健康些咧 做多些運動動多些 好過經常坐在車那裏 還有另一件事呢 就是其實澄清化 原來呢 我們再問回BMW呢 原來是可以租車給你的 那25磅一日 其實是抵到難 那乘兩呎的士都不止25磅的啦 即是這個service是不賺錢的 不過我上次呢 我就猛盛盛地去不講 我又沒有問呢 他又不主動提出的呀 那我沒有預訂到 那變了呢 這幾天就真是要乘巴士啦 即乘巴士算起來都不止這條數 沒有趣事 那我下次呢 他就會安排第一架車 其實呢 想說回 那架車是沒有弄過的 他們的部分呢 是要在德國那裏訂回來 才可以弄 那他現在是砌回那架車呢 給我照駕著先的而已 那他沒有說怎樣壞啦 但是我猜九成九呢 都是歐洲車那些壞東西呢 就是本身舊東西沒有壞 但是那個sensor壞了 那所以呢 他現在要換sensor 就是要訂那個sensor回來呢 下個星期在德國速遞的sensor過來幫我換 但是我們又不換住啦 因為呢 要等他安排到一架後備車給我呢 都要排隊的喔 後備車不是你說有就有的喔 那才去換 他說現在暫時要排到一月才有的後備車 那我就可能一月才去再整個的車 那到時他就可以借租車給我用 那我就不用沒有車駕啦 那是這麽多啦 其實我覺得在倫敦沒有車駕 都是可以生存到的 只要你踩單車或scooter呢 是ok的 那但是就你買了一大堆菜 就不知怎麽拿回家咯 因爲現在英國呢 有些叫電動scooter或電動單車的 那如果你其實是犯法的啊 那但是那些人都是照坐 也都是沒人拉的 那如果你是handle得到呢 其實我覺得有一架電動的單車 用電動scooter呢 已經是非常好的啦 如果你堅持自己用巨鞋呢 還可以keep fit更加好 又省錢又健康 一舉兩得 那這就這麽多啦 記得按LIKE我們啦 訂閱我們頻道啦 覺得好看呢 分享給大家看 在下面隨便留言 那就可以幫到我最多啦 如果你真是想覺得好看的 想幫我們呢 想幫下我們呢 就在下面留言和給個LIKE 和分享給朋友看啦 好是這麽多多謝大家